《 響應中國防塵迷新規範》 原生等座宣布未成年每週只能遊玩 3 小時 馬志准全新立作《 Heaven Burns Red》 將於 9 月 11 日發表 東京偶像計畫宣布將於 10 月 29 日結束營運 Cuts No More 是一款將冰上曲棍結合戰鬥的手機遊戲 遊戲中玩家將來到寵物島 在這正舉辦一年度的殭屍寵物巡迴戰 爭奪名為寵物之王的參考 在對決中玩家將穿上武裝全擊手套 透過快速的位移擋下對方擊來的飛盤 但進攻才是最好的防守 除了用肉身格擋 玩家還有一邊蓄力 在飛盤靠近時用力揮出一拳 才能夠穿過對方的防守進攻得分 若比賽僵持不下 玩家還能夠在回擊時逐步累積能量 並抓準時機施放大招 將對手打個側手不及 一起拿下寵物之王的稱考囉 一覺醒來發現自己變成貓咪 還跟一起旅行的朋友走散了 就這樣在貓咪的世界中展開了一段新的冒險故事 Solitor Cat Islands 紙牌貓咪島 要透過紙牌三塔牌的玩法 一關關探索 收集許多可愛的貓咪夥伴 紙牌三塔牌的玩法是會有一張底牌 只要和底牌正負一的點數 就可以疊在底牌上 目標是要想辦法將檯面上的三塔牌全部疊完 此外圖中也有道具可以使用 例如可以疊上任何牌的金牌 讓玩家在無牌可疊的情況下還能夠續命 現在就來貓咪的世界中一起打牌吧 Cards of Terra 是一款將接龍玩法 結合冒險元素的解謎遊戲 在遊戲中玩家將扮演外星公主 在某次的宇宙探索時使用異能展開心靈控制 拯救散落各地的同伴 在每個關卡將會出現數種不同的怪物 玩家必須控制它們 讓不同種族顏色的卡片進行互鬥 想辦法將黃色的同伴卡一一救出 每張卡片都有各自的特性 像是樹精每回合會成長一點攻擊 人類弓箭手則是會隨機攻擊其他卡片 每次的行動控制都將消耗對應的能量點數 請仔細計算每張卡片的效果 才能夠一個都不少的順利將同伴全數救出喔 繼Tesla vs Lovecraft之後 Ten Tons 終於推出了全新續作 Tesla Force 要讓玩家再次拿起手中的武器 對抗如潮水般的鞋神 這次玩家不再是孤單一人 而是能夠選擇自民截然不同的角色 包括能將任何武器變成雙持的機械天才 Curry 擁有再生護盾能力的怪物之母 Shelley 以及能夠直接召喚鞋神戰鬥的 Lovecraft 同時遊戲改成了 Roguelike 的玩法 玩家將在每次挑戰結束時回到特斯拉塔 運用本次收集到的水晶來強化自身戰力 喜愛俯視角射擊遊戲的玩家 趕緊一起來加入特斯拉小隊 挑戰鞋神大軍吧 活用卡牌和裝備的策略 Roguelike 遊戲 Comics Breaker 你準備好來跟怪物比比抽卡運氣了嗎 我們將扮演能夠進入漫畫世界的主角史蒂夫 在漫畫世界中運用卡牌打倒怪物們 每一回合開始將會獲得三點能量 要依據戰況來選擇打出攻擊卡或是防禦卡 每一種卡牌所需要的能量特性都不一樣 每一小關打倒所有敵人 就能夠隨機獲得新的卡片 可以從三張裡面挑選一張加入牌庫 在關卡跟關卡之間 有時還會出現餐車或是休息區 可以利用餐車點心給The Buff 或是去休息區強化卡片來一步步提升戰力 打敗更難纏的怪物 遊戲中還有跟其他玩家比賽的競爭模式 一起來比看看誰的過關速度最快吧 近期在Apple Arcade的陣容中 加入了一款畫風遺人的冒險遊戲Baudo 遊戲中玩家將來到一個充滿神秘謎題的奇幻大陸 跟著小男孩展開一段驚奇旅程 起初玩家只會在村莊附近顯晃 打聽小鎮上的各種傳聞 並想辦法完成村民們的委託 隨著冒險的深入 在某次抓機任務時 玩家無意間進入了貓頭鷹之塔 並取得了神器號角 藉由吹走貓頭鷹之歌 開啟這片土地上未知的大門 在門的後方有著充滿各種危險的生物以及機關 玩家要運用周遭的道具來處理眼前的困境 究竟在這嶄新的世界中 還有哪些刺激的冒險 就留給勇者你來親自探索囉 在經過低調的Alpha測試後 Supercell 終於將旗下的作品 Values and Villages 改名為Everdale 並在加拿大、澳洲等地區搶先推出 遊戲中玩家將來到名為Everdale的寶地 跟著此處的人民過著安居樂業的生活 一切資源都需要依靠勤勞的雙手來慢慢採集 玩家要替居民們安排工作 採收食物、劈柴伐木 並透過研究的方式開發新的建築工法 隨著新研究的展開 玩家將能夠和其他九名玩家連線 一同經營建設一座山谷 打造自己的美麗家園 喜愛模擬經營遊戲的玩家趕快來這 和朋友們一同建立屬於自己的烏托邦吧 除風深淵天使是一款主打快節奏戰鬥的ARPG 創角色時有四種職業可以選擇 每個職業還有多種分支的轉職 戰鬥時角色們可以同時攜帶多種技能交付使用 而技能則會定時轉變成超載狀態 此時會發揮出更強的效果與傷害 遊戲採用關卡制 除了有刺激的BOSS戰 每次過關後會掉落裝備與素材 角色們也會獲得經驗並學會更多的技能 到了遊戲後期也會學到華麗十足的必殺技等等 培養角色之餘也可以幫他們換上不同的時裝、武器外觀 讓你在帥氣的戰鬥中展現個人魅力 Bandai Namco 在Gamescom 2021 的直播中 發表了傳奇系列的最新手機遊戲 Chaos of Luminati 作為傳奇系列的第五款手機遊戲 本作採用和先前作品有所區別的直立式ARPG玩法 影片中可以看到數名原創角色戰鬥的姿態 並在釋放絕招時會穿插華麗的過場動畫 究竟又有什麼精彩的故事要展開 好奇的玩家可以期待一下後續情報公開喔 片段 幽默的取櫛 1個都不重要的 10樣子 1個都不重要的 3個都不重要的 10萬540三個都不重要的 對中國方試験 5萬一百塊 周知 15萬一、小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